大家好 我是小胖啊 今天继续给大家带来 217.53804的一个淘汰赛 观察风尘宝阁对面紫禁城 本来不打算做这场比赛了 因为五宝林嘛 五宝林没什么意思 所以我昨天也就没做啊 也 但后台私信我 很多小伙伴问我 真宝阁在那儿去了 给大家看一看吧 这宝阁在八定四就跟 三千万战神的紫禁城相遇了 宝阁是一把国标 遇上对面的五宝林了 还被对面给打克 被对面打克了 又是五宝林 然后 疯狂的 抓住了观察风的国标 四处回合 大家可以看到宝阁这边的药品和保护量 消耗特别大 特别大 当然宝阁在二十多回合也是有过两波那个精彩的冲刺的 但是很难冲下来 你们都懂的啊 你说这有大克 有速度 有三千万战神 然后阵容 又抓到了你 你这个 你确实没办法 确实你想冲啊 冲不下 太难了 大堂这边三点零元的剧剑 还有地府手里 还有四点零元 也就没怎么延过啊 你想想地府手里四点延 四点延长 四点零元 四点零元也就 现在四十一回合 总共就得过五点零元 现在还有四点零元 对面女儿有异速呀 你只要不是把这个女儿村弄死了 你根本就不可能延出去的 对面的女儿又起着折 又打着肚结精深啊 就是不给你一点去杀这个女儿村的机会 那你就延不出来 啊 很多小伙伴也说了 那这三千万战神还玩五宝灵吗 啊 我跟你说吧啊 这五宝灵这个阵容 多说不说的啊 它确实不好看啊 这个是真的啊 不好看是真的 但是你说它好用吗 它是真好用 不好看 但是好用啊 三千万战神的话 兄弟们记住啊 它不光是对于输出的一个加扯 它还加抗风 还加封印命中率 还加防御 还加气血 法防 啊 这些都有 啊 你想想 就直接五宝灵 三千万战神 封印的命中率又高 啊 它抗风又高 啊 那三个封血 有三千万战神的封印命中加持 那命中率超高的 然后防御又高 你想突破它 啊 它本来战神加的防御也不少 加的气血也不少 就是整个团队的抗性会达到一个非常高的高度 啊 所以说你真要去说想突破对面五宝灵 那天方夜谭啊 天方夜谭 就抓你的一手国标 抓的就是你这一手国标 然后还有达克 所以说这是问题啊 五宝灵不好看是真的啊 但是你说三千万战神其实对于五宝灵的加持 太强了 太强了 这套阵容的这盒高战神绝对好用啊 不好看 但绝对好用 这波是将对面的宙师压死 但是没有小死 没有小死 而且宙师倒地以后 关张光头上其实还是有四个紧箍咒在的 再加上就是你 哪怕你小死亡挂中了 啊 哪怕你小死亡挂中了 对面倒地三个回合 因为你言不出来嘛 对面女儿人家有疑速呀 啊 人家有疑速 你是言不出来的 倒地三个回合 关张光头上 然后还有四个紧箍咒呢 啊 其实对于对面来说 影响也不算太大 哪怕有小死亡对面都可以接受 因为你付出的代价是大藏的三点零元的巨箭啊 关张光付出的代价也不小 现在你的药品啊 宝宝呀 各方面也多不多了啊 每个人都是各位说的药品啊 每个人都是一两个宝宝啊 就是一个两个了 你宝宝也没什么了 你拿地厅抽 你这剩下的宝宝都得出地厅才行 换个地厅 战地加上 钻线墨 姐妹重新再抽地厅的蓝 换个玩笑 比物理的速度要快 给了一把尺啊 对面是来针对关张光的女儿车呢 现在玩五宝灵阵容的也少了 你就拿这一连举例的啊 打了那么多比赛 玩五宝灵的团队估计加起来也没有三场比赛吧 就场次啊 来算 估计都没有三场比赛玩五宝灵的 现在五宝灵很少 紫金城好像也就打了这么一场五宝灵 嗯 紫金城好像就打了这么一场 宝哥没打 曲斧没打 遇到也没打 嗯 都没打五宝灵 小死的王 没关中 这药都不够吃了 每个人都是五个以下的药了 啊 二 三 四 四 五啊 二 三 四 四 五 这 最多的是华神寺 手里就剩下五个药 只是被罪免活活折磨死 不见珠寺 还能再敬你的药 女儿村总共也没几个药 就剩俩了 嗯 全部被吃干净了 女儿村先毕业 小松这回是挂中 小松这回是挂中的 小松这回是挂中的 我给一根 看看能不能打死的 没打死 自打有了这个飞行作息以后 看不见后边那个货的血条了 飞起来了 人卡的一个大英 换了一个练习生 这是女儿 倒数第二个宝宝的 再补不到 接接保护 问题不大 女儿没药没宝宝 女儿已经没药没宝宝 双零 宝不是零 药品 掩饰零 女儿 宝宝 这孤导 尽量给伤 诅咒之伤再捧一捧伤害 点 延长点 这是要延长点 再来一把巨剑 单抽一个出甲 两千三 还是没有 关帮方大逃美 这回是给对面女儿提前打了一把针 打了针以后 关帮方地府可以延长 但是虽然宙师倒地了 但是关帮方这边是有五个紧箍咒的 人没了 输出寒散 人没了 输出寒散 这你 一直不住人家 哎 舔了 还没延出去 换帮方 什么里也就剩下 一个药片 这 练习生 狂神幼的 你看这女儿 就眼睁睁看着女儿被孤成这个样子 关帮方没办法 就这么一千楼一千楼 顾你这么长时间 我把你孤死 但是你又没办法 可以把尽量 活血也没活上 神木灵 再换一个宝宝 神木灵 也就剩下最后一个宝宝了 一个药品 一个宝宝 没东西了 万宝金甲 看看拿地厅 能不能 掩饰 宝宝 宝宝以后 对面 抵挡地厅的能力 要稍微差点 稍微差点 但是 妙儿被活活顾死 大藤也被顾死 起个指儿 这是关帮方的最后一波了 不想坐以待毙 只能最后一波 对面只要给你全员扔尺子 就可以 再来一个 关超万象 打不动 神木灵 假战敌 看看威力怎么样 有万宝吸收了 有万宝 但是从打到对面 这也打不动 关键是也打不动 哎 这一下厉害 这一下里 打了五千八 再吸收 再吸收 有万宝 弄不死 哎 那一下五千八打得疼啊 继继继续打针给地图 换金树也开启了啊 射魂 给花生色 关帮方再冲刺一波两把战敌啊 两把战敌 想杀花生色了 这个别再看下来你就知道宝格其实是打得太憋屈了 没一点办法 嗯 团战方把自己所有的宝宝也都拎出来了 九转不费也没有了吧 看这个样子 好像是没九转 这边女儿和大头一直没拉吗 对吧 一直没拉起来 要杀没杀 口龙转动 再来一个干瞪眼 地图也要被鼓死了 化生色这边也要被鼓死了 得了 还灭了 哼 真的是被活活折磨死了 又还有九转啊 又吃了一个九转出来 招了个孩子 七只只只儿了 他七只儿了 他七只儿了 收到宝宝了 没意义啊 没意义 如果有兄弟们在新区 那个东海龙宫玩的 如果做了个美食天下活动的话 不开的兄弟们 如果做美食天下活动的 玩的话 有截图的可以发给我 这边会搞一个活动 会给大家分一些奖励吧 有一些奖励 分些木 这样令起 有戏 有戏 好